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被你皇帝给灭口的 对吧 爸爸有事 要离开一段时间 照顾自己 我会和你联系的 辛苦了 靳远 好呀 好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到今天为止 你真正跟我做事已经五年了吧 没错 五年 五年零二十七天 记那么清楚啊 呼叫刘局 呼叫刘局 我在 请讲 我们已经发现进去的路 是否继续前行 请指示 可以 前行 我已经派三大队从左路上山支援你们 收到 看这个 在这个灯光下看 这精盈剔透 绝无杂质 完美吧 简直就像个艺术品 在我眼里啊 它就是个艺术品 而非太完美了 这是我后半辈的新鲜啊 明天哪 我们走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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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总 您在干什么 我想这兄弟们都在干活 你说我一个人在这闲着也是闲着 我帮你们搬吧 这种话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王哥 你就给一点吧 我快输不了 放开 放开 王哥 王哥 你不能见死不救 王哥 死不了 我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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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那回我们去下关送货 不是遇到警察了吗 后来我看见远哥打了一通电话 警察就不找我们了 打了个电话 打给谁 打给谁 我不知道打给谁 但我知道绝对不是坤叔 你不是就要付吗 找死不 聊出 你是不是真是之二 喂 跟着我一向是一个男人都在 好 好 吃饭 别开了 喂 罗娇 听好了 今天晚上找个机会把他俩都做掉 手脚利说点 明白 该消息了 阿琪 喂 喂 阿琪 什么事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是吗 估计是走到了风神 说海上警力突然增加了几倍 而且还有武警 这船根本进不来 怎么会这样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已经损失了太多时间 再那么多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而且那船东西是有实现的 一旦过期 毫无用处 我知道 我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让这船货进来 留给我们时间不多了 从乔梁的话来看 他好像发现了些什么 正在纠结 你在新院那边 有没有听到什么具体的 喂 阿琪 老佳 还没动手吧 他马上进门 我正准备动手 好 再留他们两天吧 慧珠啊 这可是不险棋啊 我们现在是在险棘 不用险棋 过得了关嘛 可这小子八成是警方的人 之前对他也只是推断而已啊 那现在好了 他要真是警方的人 那他就一定会帮忙 放我们这船进来 我一尸二鸟 既了了我查识他的心愿 我也可以接警方之手 为我所用 我和乐而不为呢 坤仲 来了 我现在目前 有一船的货进不来 上闹间 货 什么货 上次那批原料 在清河高速被警察给劫了 我又从东南亚又进了一批 现在还在外海 我就怕我这儿 没这能耐啊 靳远 说话告诉你啊 这批货啊 关系到我们毕业起求救的未来 所以 这么有点想办法 把它给弄进来 行 那我再想想还有谁 他找你 那就是因为 他认为你 背后有力量 能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官方的力量 那这么说 在他们那儿 我现在已经暴露了 那既然我现在已经暴露了 为什么 这个货这么重要的消息 他们会透露给我 我知道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 如果我帮他们 就说明 我坐实了他们的怀疑 他们就会知道我跟官方有联系 到那个时候货进来 我人也活不了 如果我不帮他们 那说明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人也不能在乱 这叫反奸计 基本上就是个死局 这是谁 海滨市公安局副局长 刘丽仁 海滨市公安局副局长刘丽仁 他能帮我们把船给弄进来 他能帮我们把船给弄进来 但是开价不低 八位数 谁啊 什么来头 敢开这么大嘴 公安局副局长 刘丽仁 是这样我查过了 几个月之前他出国开会 在澳门逗留了一晚上 他在赌场里输了整整一千多万 赌徒 是不是赌徒不好说 但是我现在知道的是 他现在正在想办法 堵着一千万的窟窿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靳远 你说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那个姓刘的早就被你收买了 西汉竹简那一次我们算是认识了 后来他找我 想让我帮他卖一个东西 我明白他的意思 所以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再后来 下关那一次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没办法 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我这车上都是走私的文物 希望他能够通融通融 否则万一被查出来的话 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就这么简单 到最后说 就这么遍了 陈迦 你也不能把他 lets 找到我们离开了 不过真的是 是 多亏了上次西安主警的事 让我变成了个英雄 刘立仁跟下官的警察说 说我那一次是配合警察的行动 希望基层能够配合 所以等时就放我走了 这次也是一样 我跟刘立仁说 我说我有一船货 在外边 里边装的 是走私的文物 希望他能够给我放进来 一开始他不同意 可是后来他想到那一千万的事 他就答应了 那现在全都说出来 你让我跟坤叔 怎么知道你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坤叔 说句心里话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传货的事 我到现在都不会告诉你们 我跟刘立仁的关系 你第一次是等警察把我们全抓了 然后再说 坤叔 汪哥 我知道 你们一直都不相信我 自打我进入BH99的那天 你们就没有一天是完完全全相信我的 虽然你们想让我当这个接班人 虽然你们想让我当这个接班人 但是我知道 你们从来没有真正地把我当成一个接班人 我不要当杜大海 所以 这个人是我最后的除码 坤叔 我知道 在他们那边 也有您的朋友 当然 您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对吧 好 好了 今天话反正都已经说开了 我现在人在你们手上 如果你们相信我 那我们就继续 那一传的祸 我负责弄进来 如果不信我 那现在就做不了断 就是 妳した 妳有一心 蟒 是 是 还 是 是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啊 胆大欣欣 沉着镇定 好样的 好样 如果您不相信我 这些优点都是我逼死的罪状 相信你 相信你 坤叔 澳门那边来消息了 怎么说 八月份确实有一个叫葛明的人 在那边一晚上树立一千多万 后来调取了监控录像 确定就是那个公安局副局长 刘立仁 那电话呢 下官那天 靳远确实给这个刘局长打过电话 这个2999 就是他的电话 时间也对得上 坤叔 我们到底对靳远是信还是不信啊 我是担心啊 靳远万一真的是警方的内鬼 咱们的货一旦进来 警方会一路顺藤我光 那我们麻烦可就大了 这一路顺藤 原本想将他一军的 没想到被他反将一军 我想到那个房子 我来打 喂 坤叔 我这边一切都就绪了 你那边什么时候可以接上头 夜长梦多 我会尽快 看看能不能争取 明天就把船放进来 先别急 先帮我处理一个人 谁啊 就是一直救的你不放 接了咱们那批货的那个北京小警察 您想怎么处理 让他永远消失 坤叔 我是怕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 警察会反扑我们 我知道 但他上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靳远 我 我经不起任何善事了 我昨天一宿都没睡 我下了很长时间 我到现在我也想不出一个侥幸过关的办法 但是就是差离门一角了 尤其你知道吗 我 我心里真的很憋闷 每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冲动 我想冲上去一刀一枪杀了蔡林坤 甚至跟他同归于尽 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不但不能 我还要在他面前表现出一副言听计从 而且还要对他感恩戴德的样子 每当我看到我自己缠那个别 我听到我自己奉承的声音 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受不了自己 而且现在我把自己的老牌搭进去 给他当人质 我以为我已经够拼了 我以为我可以做点什么 但是我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再这么活下去我干吗呢 我不如死的算了 你给我记住 无论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 都要冷静 理智 用脑袋去思考 兄弟们 出发了 小亮 好好看家 发起点精神 走 来 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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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碗酸辣粉一大好 来点 来点块儿 两个鸡爪子 来 两个鸡爪子 喂 喝酒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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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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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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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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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走 走 说吧 最后一个电话谁给你打的 说什么了 最后一个电话 我妈打的 你妈打的 她 她 她说家里炖排骨了 问我回不回家吃饭 你妈问你要不要回家吃饭 家里炖个排骨 你那么激动大喊大叫干吗 真是我妈打的 行啊 那就不审了 让你妈拿着排骨 送到号里吃点好的 加油 同志 别走啊 我说 我说 是你们队 乔警官打的 哪个乔警官 就是你们队的乔梁警官 我们现在不收铁警官 我们 我们现在不收铁警官 我们 怎么样 你们 你们三个来干吗 我们回去呢 协助调查 配合什么调查 乔梁 你现在受嫌给毒贩通风报信 跟我们回去 开什么玩笑啊 什么通风报信 冒心 什么情况 现在有确准的证据证明 现在有确准的证据证明 乔梁在之前 我们抓捕行动当中 给毒贩通风报信 跟我们走 真的假的 真的 走 走 乔远 你别听那么小说啊 你别听 我怎么可能跟毒贩通风报信啊 不是 乔远 乔远 乔远回头我来找你啊 乔远回头 乔远回头 刘局长 纪然老弟 来 拿来了 对 给您带过来了 真得好好谢谢你啊 应该是我谢谢您 不能这么说 以后 还要刘局多多帮忙 客气 你说以蔡宏坤的个性 把他守了十年的老巢 就这么公开 怎么可能呢 太远了 我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这次他让我 直接把货送回老家 我看啊 他这次啊 这步棋走的 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 他平时冒这么大风险 来运作呢 我也很想弄清楚 所以 就算是龙潭虎穴 我也得走一趟 那行 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 这次 我请在省里头 配合协查 另外我告诉你啊 这次行动 绕开 基督大队 整个有武警全方位配合 去保安全 谢谢您了啊 应该是我谢谢您 别这么说 合作愉快 定位器知道怎么用了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哎呀 调量他了 出事了 不是 就是 电话关机 好像整个人都失踪了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 调查黄队的时候被发现 然后被人暗算了 不是暗算 是被禁闭了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财赃陷害乔梁 让他被捕入狱 这样的话既能保证他的安全 同时又给了我杀不到他的理由 我去买通一个小马仔 挑着乔梁值班的时候 安排一场毒品交易 然后再放风给禁毒大队 等到马仔被抓之后 让他在供词上去陷害桥梁 你在局里没听过 有关于我的消息吗 没有 我怀疑啊 这刘律仁跟靳远 两个设了一个套 而且那问题是这个套 我还不得不钻 如果靳远真是刘律仁的卧底 如果靳远真是刘律仁的卧底 那大家就自求多福吧 局里确实没什么消息 只有两种可能 一 靳远不是卧底 二 刘律仁还在怀疑我是内鬼 所以对我封锁了消息 或是 外掉了外部的力量 是死是活就恨这一把了 要是沉了 那我就海阔天空 你也就安全 否则的话 你 我 好 老万 告诉坤叔 密打正常 船一会儿就大 一切走到 喂 坤叔 你 联络刘律仁 一切照原计划进行 是 我这就去办 靳远 之前那个小警察的事 那是我在考验你 因为太多人对你不服气了 要让你妥妥当当接班 你就得付出代价 我懂 坤叔 但是你做得很好 但是你做得很好 聪明 真聪明 那 所以这次货呢 我就全全交给你了 都 都交给我 知道你安全把这批货 运进老家 这事只有你能办啊 你能不能办啊 靳远 只要把这批货运进老家 我这个位子 就是你做了 怎么说 上钩了 真的吗 那这次可以一网打尽了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马上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就可以过为普通人的事 想多普通就多普通 请把你们手艺给我看一下 您好 您好 请把你们手艺给我看一下 没问题 可以走了 谢谢您 也谢谢您 谢谢 谢谢 没事 没事 快点儿啊 已经从码头出来了 确定后本没有人跟踪 很好 你上高速 走武定方向 等待下一步指示 刘局 目标向五定方向视角 刘局 目标向五定方向视角 目标向五定方向视角 赵伟 赵伟 控制一下车速 这是二级公路 这个时间段车辆稀少 容易暴露目标 明白 这些车辆稀少 我们的好 你这样做手段的车辆稀少 那些车辆稀少 没有 是 洋路 是 是 那些车辆稀少 是 你不得了 我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慧叔 这件事告诉我了